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红眼神呆滞 与暖男娇人男主一同迎接敌人 热巴为了保护男主化身九尾狐 以一己之力拼死战斗 对着众人甩下那句 简直是武打夫妻党绝配 要小男人心不跑 我再亲你一下 还得虐心玩得好 热巴周后其狐狸 因为某些爱而不得的原因 必须和男主教人互相伤害 我同你说的 字字句句 从未珍惜 苍 天 啊 烟俊 你可实在是太懂了 知道我们喜欢什么 正是因为热巴 反转以往的形象 以痴狂 为情而生的角色特征 广受观众的好评 下面欣赏热巴的绝情狐狸八 来人放片 但我寄云河的心 从来都是给得出去 也收得过 在《三生三世枕上书》里 迪丽热巴饰演的青秋小狐狸 白凤九 完全是两只不一样的狐狸 古人有云 小狐狸 白又白 狐狸耳朵竖起来 嗷呜嗷呜吃甜菜 热巴狐狸真可爱 没有人能拒绝热巴萌萌哒的狐狸 如果有 那再来 好多好多只 有威武的狐狸 追求爱情的狐狸 这是我的初吻 当然 还有怀孕的狐狸 是喜麦 既然是我的亲生骨肉 那这孩子还是要生下来的吗 要把狐狸 以为帝君说的喜麦是真 说出了 虽然我一直想同帝君有一些进展 但是这个程度也 不睡觉 哪里来的小狐狸崽子 正所谓 正所谓春孝一刻值千金 前戏作祖还得清 作为一只狐狸精 是如何把神仙骗到床上 第一步 两人互相摸缩鼻子 看着对方宠溺眼神 第二步 地君轻柔狐狸热巴 松软的腰肢 狐狸热巴 推开地军 进行狱情故纵 第三步 食神诱惑 让地军人和狐狸生殖隔离 不也不是问题 你笑死人了 如果 教人常意遇到的是白凤九 这只可爱软萌九尾狐 不知道会不会 描变成小朋友谈恋爱呢 以上是热巴迄今为止 是演的狐狸形象 你喜欢哪种风格的热巴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是Drama Subway好剧宅集送 下次再会啦